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上的气候并非都是渐如人意的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方 这里被称为湿集 在这里生活见到太阳都是一种奢侈 这里就是怀恶莱阿莱 它位于美国的考爱岛上 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想 它位于海岛上潮湿是正常的 然而它可是一座火山岛 它是一座古老的岛屿 它位于夏威夷群岛的最北处 这个岛一年有335天都是阴雨天 年降雨量达到了12244毫米 是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 这个岛地是很高 而且有很深的峡谷 岛上的山高1539米 而当地全年都是下沉的东北兴奋 降雨量应该很低 而且岛周围的海域 年降雨量只达到500毫米 为何这个岛却能有这么多的雨水呢 这是因为岛上的高山 仿佛是一座墙 挡住了兴奋的道路 所以湿润的海风 就会在山坡处滞留 当冷热空气相遇时 就会形成降雨 岛上全年阴雨连绵 很少能见到太阳 而雨水降落的山坡上 长满了密林 而山的另一边只有汉地植物 很多慕名来岛上旅游的人 都很难停留过长的时间 因为真的是太潮湿了 有游人表示 干着自己要发霉了 而且潮气无孔不入 甚至会侵入到你的被子里 睡醒之后 差不多就可以收获被子上的蘑菇了 如果你喜欢雨天 可以来这个岛上尝试一下 小伙伴们想来这个潮湿的小岛上 有玩一次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 以及关注